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贼仁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惨 惨贼之人为之一夫 闻诸一夫咒语 未闻诗君严 那么啥故事呢 这个故事我们简单讲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两个昏君嘛 一个叫夏捷 夏朝的最后一个君王 一个是商咒王 是商朝的最后一个不靠谱的君王 那么这两个人据说夏捷比商咒王要稍靠谱 夏捷好像是一个大力士 而且文物全才 长得贼帅 夏捷是这样的人 所以后来说夏捷这个人 什么宠幸美女啊 估计是编出来的 所以我们公正的来说 夏捷没那么坏 那个时候就是他爸爸把这个国家交到他手里的时候 的确是内忧外患了 所以夏朝礼当灭亡了 这是夏捷 然后呢 是商咒王是什么情况呢 被一本书给写坏了 你们以后可以读啊 这个书叫什么 叫《封神演义》 我以前小时候看 看的那个故事真的笑死 对吧 不是 封神演义 我们知道商咒王不是有个叔叔吗 叫笔干 对吧 笔干是特别好 因为商咒王不靠谱了 宠幸飞子打击 每天寻欢作乐 然后还喜欢一些邪恶的游戏 比如说搞个铜火锅一样的炮鹿 你们吃过那个铜火锅吧 就是像铜火锅一样 中间烧火 但是不是算养肉片 把人脱光衣服给绑在上面给烧死 叫炮鹿 然后有的时候呢 把人的衣服脱光了之后打他们 打完之后这帮人惨叫我 哎呀 疼 然后说 哇 这个音乐 是人世间再也没有乐器能奏出来 真好听 一片肉骨之声 就这种邪恶的游戏 知道吧 就是非常的不靠谱 但是《风神演义》是一个存想象的作品 又不一样 是吧 然后笔干就劝他说 你不能这么搞了 侄子 你要这么搞 你这国家完蛋了 然后这个商咒王说 听说你的心脏跟别人不一样 是吧 多一个骷髅痒 对吧 就是别人的心脏这个眼少 你这个心脏听说眼多 所以我们经常说心眼多嘛 然后说我得看看 然后就给他做了一个外壳手术 把他这个心脏挖出来一看 好像他就死掉了嘛 好像《风神演义》是说还是江子牙还是谁 给了他一道符 心脏虽然没了 一道符放在心里 他就能起到心脏起泊的作用 他就不会死 后来还是被一个狐狸精骗走了 还是什么呢 就是后来把符放回去 变成了一个包姓菜 他就死掉了 对吧 那个非常搞笑啊 但是我想说 这个估计也是属于古人编造出来的 商咒王估计也没那么坏 有一点要告诉大家啊 这个节也好 咒也好 不是人名 这俩都不是人名 这个叫嗜好 来你们写一下叫嗜好 嗜一个言字旁 右面一个一鸟的意 嗜好 啥叫嗜好啊 用一个字到两个字 对贵族 刚开始老百姓没有权力啊 对贵族进行一生的评价 这样的评价叫嗜好 比如说啊 你们很喜欢的诸葛亮 诸葛亮的嗜好叫忠武 因为他又忠诚 又打仗 是吧 两个字评价 忠武 所以我们去诸葛亮祠堂叫什么 叫武侯祠 能理解了吧 像范中严还是文正公 文正 范中严 是吧 又写文章 人很争执 文正 然后有些人不好 汉县帝 汉朝最后一个皇帝 为啥叫汉县帝 估计是不是把江山献出去了 汉县帝就不这么好了 那么节和咒是两个恶式 是非常不好的两个嗜好 所以 这两人名字就变成节咒了 那理解吧 好 这个讲完了之后 我们继续进入这个 孟子的故事啊 齐宣王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 听说商汤啊 流放了节 商汤流放了节 然后呢 武王呢 讨伐了咒 能理解吧 就是咒是没死的 咒呢 后来自杀了 咒是被流放到南边 大概在安徽这个地方 然后死在那儿了 我们来上一下这个放这个甲骨文 中国乌龟壳上那个文字 这个放是什么样 这特豆 你看我们现在放就是说 你把这个东西放一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古代不是 古代的放是方 对 只有左边 对吧 这个整个放就是写左边 那个方就是放 而这个方啥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 看看你们有没有想象力 这是个什么东西 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你看中间这个东西 你其实有点像吧 这是个人 然后你看脖子那里有个盒 盒旁边还有两个小短 小短树 什么玩意呢 说是个一个枷锁 就是简单来说 在你的脖子上套一个枷锁 这个就是啊 放 所以放可能就是指 流放变成奴隶 然后带上刑具 就这个意思 所以最早的放指的是啊 不是放下 是流放的意思 然后有一个字还挺像的 那个阀你看一看啊 我们再看这个甲骨文阀 然后把这个阀放在方旁边 你看一下 特别像 我跟陈老师还讨论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 这个怎么这么像啊 你看这个阀呢 左边是个人 你能看见吗 右边 这个玩意儿是个什么呢 是个武器 然后这个武器 你看他正好在脖子上 看到没 所以阀可能就是指 拿着武器杀人 能理解吧 所以古代是指讨伐 出兵讨伐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们懂得 甲骨啊 小传啊 有的时候 这个字古代的意思 也就记住了 能理解吧 好我们回来啊 再讲一个语法现象 叫有诸的诸 诸叫合音子 什么叫合音子呢 就是读得太快了 以至于合起来了 其实这个诸就是知乎 知乎读得太快变成诸了 知道吧 对不对 就是就像我们英文 and you 是吧 加起来拼起来 就是and you 就感觉拼起来 一个单词了 是一个道理 这个叫合音子 你把它拆开 知乎诸 好吧 讲完了啊 好 齐宣王问了一个问题 汤放节 武王伐咒 有这事吗 有知乎 有这个事情吗 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儒家喜欢讲 忠君爱国 对不对 但是你搞清楚啊 夏节虽然不靠谱 人家是君王 商周王 你再糊涂 也是你周武王的大王啊 你们不是说要忠君爱国吗 你现在怎么把你的大王抓起来了 所以齐宣王就问了个很尖锐的问题 你们天天说忠君爱国 现在人家都把大王给抓起来了 你还说周武王好呢 你还说商唐是个圣君呢 你给我一个解释 孟子口才特别好啊 孟子说啊 这个事儿于传有之 传就是历史记载 按照古代历史记载 确实有这事儿 那么齐宣王又说了 臣氏其君可乎 氏很好记 右面是这个氏 左边是一个杀 他的意思就是杀 但是是啊 以下杀上 比如儿子把他八杀了 叫氏父 臣子把他君王杀了 叫氏君 这个是氏 他说臣氏其君可以吗 作为臣子杀他大王可以吗 孟子反应贼快 他说贼人者为之贼 这个贼就是害嘛 杀害嘛 他说杀害人德之人的人 叫贼 贼义者呢 就是杀害那些讲道义的人 我们叫做残 就是残害别人的人 什么 他的意思是啥 现在杰昼已经不能叫君王了 他们是杀害人德之人 杀害道义之人 像笔干这些都被你们杀掉了 对不对 残贼之人 我们把它叫做一夫 一夫也叫毒夫 就是这些残害别人的人 我们应该叫他一夫 一夫就是孤独的人 没有人拥护的人 但是这翻译法都不好啊 应该翻译成 毒夫 对吧 没有任何人支持的 被隔离的人 毒夫啊 这种人 他说我从历史中看过来 杀了一个毒夫啊 我听说杀了一个毒夫咒啊 毒夫节一样的 对不对 没听说弑君啊 然后你喝起来都特别逗啊 我给你翻译一下 喝起来才逗 秦宣王说 汤放节武王罚周 这事是真的吗 孟子说 根据历史记载好像是真的 是真的 那你觉得他们作为臣子 造反杀他君王 这合适吗 孟子说 我听说啊 就是如果杀好人的人 那这人就是一个坏蛋 就是一个毒夫 我在历史中看到 好像是武王他们杀了一个毒夫 没听说过杀什么君王的事 没有 从来没有造过反应 就是杀死了一个 再也没有人拥护的 一个被隔离的毒夫 装傻冲愣对吧 但这个回答是超门 孟子的口才真的是天下无敌 他要活得早一点 绝对是个纵横家 我跟你说 特别厉害 然后这里头我想说什么呢 叫做经与权 什么道理呢 经 我们写一下 经典的经 这是指我们作为人 不能违背的道德法则 叫经 比如说小学生守则 中学生守则 中华人民共和法律 那叫经 是绝对不能违背的 叫经 懂了吧 比如说古人认为男女受受不轻 听说过吧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男同学 把一瓶矿泉水 交给女同学 怎么交 两个人的手不能碰到 这叫受受不轻 男生要把水放在桌上 放好了 女生再来拿 两个人不能碰上 有人就问了 那嫂子叫经里怎么办 我的嫂子叫到水井里 孟子说 那赶紧抱上来 你管她是不是嫂子呢 反正只要掉你 赶紧捞出来 人家说 那不是男女受受不轻 不能接触吗 这叫权 啥叫权啊 权变 就是人要有绝对守住的原则 不能犯的错误 同时 要还能够偶尔犯一下 没事 要有灵活性 这叫经和权 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 好 现在我问你了 你做了一个学习计划 五点钟背英语 六点钟做数学 七点钟跳绳 好吧 你做了这个规划可以吧 但是 同桌小朋友找我玩 晚了半个小时 所以第一个计划没实现 然后又饿了 所以吃饭去了 第二个计划又没有实现 然后第三个计划忘记了 那么问你 这属于经和权的那一个 小朋友就说了 这是什么 很明显属于权嘛 好 现在我要告诉你啊 这啥都不是 这叫违背原则 不叫权 你说为什么不叫权 他是这样的 一个人必须要先有经 先有原则 遇到不可抗拒的问题 然后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 是当修正和灵活应变 叫权 而不是推到那个经 比如说 你五点学英语 我学的太沉迷 学到了七点钟 所以从七点钟才开始刷数学 并且搞到了九点才去跳绳 我都往后推了 但是学的效果更好了 这个可以叫权 所以儒家经常告诉我们 一个人先得守规矩 有经 才配得上谈权 没有经的人 是没有资格谈权的 这叫经与权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有没有做过多余一周的学习计划 并且能够培养对经的尊重吗 请你反思一下 好了 这一讲我们就简单讲完 我们下一期再见 稍等 还有个彩蛋惊喜 有个网红叫罗祥 是讲法律的 他讲了一个吃大熊猫的故事 我们看这故事 思考一下经和权 前段是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独树 今天我们要讲的孟子篇是 《卫文是君也》 什么故事呢 再念一下啊 齐宣王问约 汤放节 武王伐咒 有诛 孟子对约